陳偉業議員 我一點都不擔心 因為外地的投資者 希望投資在中國概念股的時候 你想想他是不是想同時 冒一個外匯風險 冒人民幣的風險 還是冒港元的風險 我很肯定其實有很多人都想 冒一冒人民幣的風險 因為你是想去投資中國概念股 這個我絕對對香港港元的地位是沒有影響的 這件事如果是做的話 對人民幣的國際化的進程是走了一大步 第二 也都是會減少到 其實就減少到資金流出流入港元的量 因為如果外國的投資者是想用人民幣去買賣香港的股票 就不需要將那些錢調入港元又或調出港元 這一方面也會為港元的匯價帶來穩定 第三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還會鞏固 你就是講到他幫國家推 所以說行指入面的五六十隻成份股可以用人民幣報價和人民幣結算 跟著用港幣賣出去的時候港幣套現 我希望任志剛可以舉辦一個分享會 用一些簡單的人話方法解釋 將這個基本算術一加一等於二的算術解釋整件事 怎樣會為香港好 第一人民幣不是一個有公開浮動的 在國際社會貨幣市場浮動的一個貨幣 即是代表如果國家能夠犧牲它的通脹的話 它是喜歡引多少出來都可以 跟著拿它來可以買我們行指入面五六十隻成份股 然後買完之後用人民幣 跟著去賣走的時候就可以套了港幣 記者問一個問題我留意到在那個場合 會否貶低港幣地位我都不明白 因為港幣和美金掛勾 現在他們越續走這一步出來 令人民幣能夠套現這麼多港幣和美金 其實港幣地位根本會提升 沒理由會貶低,因為需求會大了 只是這件事很簡單都不用怎樣曲線去講 其實製造了很多由人民幣將它變成港幣 或者變成美金的機會 而一個發動者就是擁有這個 不在國際浮動的貨幣的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他出來的後果大家理解大家明白了 不用講得太過白了 整件事都是任志剛幫手宣傳一下 覺得件事是一件多偉大未來的事 另外一個例子去講到就是 如果你試試考慮人在這種交易時 你報價是人民幣結算是人民幣時 人們會願意冒港幣風險還是人民幣風險 講出來很理所當然 因為你結算貨幣是人民幣 當然不想冒人民幣風險 其實你又是跳過了一個最重點的基本原則 和一個真理就是它說那隻人不想冒風險 那隻貨幣叫人民幣 那隻人民幣不是國際浮動的 你買它已經是一個風險 基本上也不講得太白了 只是心裡面有一句就是 不要當香港市場是傻仔 你將這條數一加一等於二 二加二等於四加了出來後 就知道真理是什麼 如果你真是一心一意想這樣推出來 將我們五六十隻恆子成份股 用人民幣報價 然後買完後 給它們用美金港幣套現 你便講出來 承認它便算數 將它們查那麼多漂亮的油漆在上面 有什麼用 香港人不是傻的 不過出來解釋一下 或者我誤會它 任志光先生出來用普通的人話 解釋一下真真正正的好處在哪裡 因為人民幣不是國際流通的貨幣 喜歡印幾多都可以 現在用來做恆生成份股的報價 解釋一下給我們市民聽 我都很膚淺的,我都不懂 解釋一下給我們聽好處在哪裡 這些東西就不講那麼白了 表面上就是拿一個沒有跟其他貨幣掛勾 或者在一個國際貨幣市場自由浮動的一個貨幣 來做報價和結算 跟著賣出來的時候套現的時候 另一個貨幣 我覺得他們的專家需要再解釋清楚些少 要不然我們會誤會陰謀論它 所以你都講了,大家不明白邏輯在哪裡 有時做這些事情,有些人喜歡簡單複雜化 其實你將它複雜簡單化 玩一個很基本問題,邏輯何在就行了 鎖平我之後講了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出來 因為那個反制裁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細節 就是它會有權反制裁 譬如在香港當時制裁官員 關了他們的戶口,不再跟它有任何生意來往 好像匯豐銀行關了林鄭的戶口 或者一些國際的投資銀行,那些私人銀行 關了某某人的戶口 這種人,這種銀行的機構裡面的話事人 它就可以反制裁它,令它不可以再拿到中國簽證 你不可以再在中國的領域裡面再逗留 我就聽到這個細節了,我就明白多些少 可以講多兩句,就是這些人就是黃東勝 就是黃東勝打電話去叫它折停,因為它是政協 它又有份在制裁林鄭去刪她戶口的時候 它是亞太區行政總裁還是主席 就是這樣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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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的時候天下無敵,嚇到你全世界好像怎樣 跟著最後一做的時候,當然有很大的商業經濟 錢、銀方面的考慮 跟著再出來的笑話就是 原來大部份這些外資銀行的話事人 當時制裁中國官員、國安公署官員 香港政府特首的人,原來是自己有 所以你出了這個反制裁法的時候 這些人以後不能回中國,想不到怎樣豁免他們 這樣就折平,這是一個笑話 這是一個好藉口,其實我想基本上它是執行不到 你是要在當地制裁你的官員 因為現在人家美國制裁你香港官員 你在當地的話事人失去了再進入中國領域的權利 人家這些外資銀行的話事人大部份都是中國人 或者香港人,根本是執行不到 你是說多了一個渠道,外交這個一向都是普通常識 人家制裁你是說國安法不合理是違反人權 你其實沒怎樣動,很難動,因為基本上你就是違反人權 你看看現在初選被人拘捕那些人,你就是違反人權 你沒怎樣動,你要反制裁人的時候 用商業的手段來制裁人的時候,你制裁自己人 所以拿這個藉口做落台街都是留到門,大家談談 好,永遠都是,其實我們做生意最明白這個道理 什麼都有得談,最怕你想不到